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儿见大错了 这次如果没有谈小爱 小元真的就没命了 多亏了她 要不是她 还不知道惹出多大的乱子呢 立章哥 我想去看看她 好好感谢感谢她 不用 不用 你就别过去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 现在正是你事业的关键时刻 能为我虔诚担忧的 除了你还有谁啊 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有这个心就足够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 局里会有人拿这个事做文章 那怎么办 我得赶快把局面稳定下来 今天她小爱的父亲到我单位来闹来了 我还得安抚她 快吃几口吧 想否我得先回去了 爸 别看了 吃饭 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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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带什么东西啊 吃了吗 来来来 来 坐 我吃过了 不吃不吃 你看 我们家 发生了这些事 让你操了不少心 我是 专程来感谢她 有什么谢的呀 以后对小元好一点比什么都强 是吧 爸 小爱说的没错 你要是在外面胡搞 你说什么也没用 坦叔 你不要听那些人在外面乱说 我从小 您看着长大的 您教育着我 我能不听您的话吗 不要去听外面的人说的 行 就算你没胡搞 可你跟小元把这日子过成这样 你就一点责任没有 好 小爱 你看 这次小元吧 如果没有你 她真的就完蛋了 所以 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你行了 我救我妹呢 我要什么钱呢 这不是 我娃也上学呢吗 娃也用得着啊 你说下 我娃上学 我自己挣钱能养她 我用着你给我钱吗 小元 你就 有句话啊 到时候我跟我爸想跟你说的 你们两个大人之间的事情 千万别影响孩子 她还小呢 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没事吧 等我一会儿去 你等我一会儿去 那 我 我去给你倒杯汤水 可能是这几天 没休息好我没事 你也别太累 小元啊 这个钱你要收下 你说 你要是不收下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你知道吧 我不能一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对小元好一点 比什么都强 这钱我不一样 你别犯这 我不能不 你怎么了 快快快快快 快坐下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这是糖尿病啊 糖尿病 怎么可能呢 我 我 天儿子也不吃糖啊 同志你误会了 这个糖尿病跟吃糖 与不吃糖没有关系 主要是咱们消化系统一线的事 是内分泌的病 你看看啊 你的空腹血糖 已经到了十八了 远远地超出了正常值 你肯定是糖尿病 终上个证明来看啊 你肯定有病发症了 现在你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打胰岛素 把血糖降下来 大夫大夫 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 我这阵子工作忙 但我忙过这阵 再考虑住院的事了 行吧 你看看 都有同症了 作为医生我客官告诉你啊 这对你的肾脏 心脑血管 危害是很大的 如果一旦发生同中毒 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也不能忽视身体健康啊 大夫 我再坚持一下 我再坚持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 咱们再说住院的事 我现在岗位上离不开 你这个同志 都病到这个程度了 还向着工作啊 好吧 我先给你开点药 来 记住啊 一定要坚持参浅事 医生让你住院 你干嘛不住啊 小艾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单位 最近就要确立政局长了 我这个时候住院 说明我身体有问题 我就可能错过这次提拔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 我这次一定得挺过去 在你这儿 当官有命还重要吗 没那么严重 还没到要命的事了 在北京这么多年 打拼 不就是为了 能让别人高看咱一眼吗 要不在北京 呆得有啥意义啊 你不是也一样 在北京这么多年 就是想有一番自己的前递 是吧 对了 我这个事啊 你可别跟徐晓妍说 为什么 她那张嘴快着了 我怕她给我传出去 她是你老婆她在照顾你 那干活不是说了吗 糖尿病饮食最重要了 这一日三餐她得给你做呀 她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指望她了 现在她只要一天不给我脸色看 我就算烧高香了 我这单位累 家里更累 别光说人家 找找你的原因 这纳闷我们的关系 怎么会成这样 先看病吧啊 先看病吧啊 小元 来了 等一会儿了 好 我干什么 瞧你说的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喝杯茶不行啊 我老公啊 从杭州回来 带着最好的西湖了 我们今天 咱们今天喝了它 服务员 来 帮我去壶茶 拿我自己的 对 好的 谢谢啊 看你婚姻这么幸福 真给你高兴 不少 哪能这么说呀 我有好东西 就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啊 幸好对 你炒好的 你炒什么 谢谢 你放下我自己来吧 好嘞 你给我变的 尝尝 还挺香的 辣的啊 叔叔 语文不行 数学 那个栗章啊 年轻有位啊 没错 特别是他那个文笔啊 非常的好 那篇文章我看 是吧 写得好 立章 这次我看啊 估计就是你了 来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确定呢 您一测验 我可是投了你一票的 你怎么也得喝的嘴 谢谢 要照你这么说 曹立章在外头真有女人 小元 那你怎么办啊 你要离婚吗 不会的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我也不能死 我要是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这以后啊 咱们可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讨论问题啊 我得敬你一杯 你喝不喝可随意啊 多向领导学习 好 你向他们学 我也得向他们学 这杯 咱们俩怎么也得喝一杯吧 万军 我跟你说实话 我最近身体 不是很舒服 我 我这样吧 咱俩去喝半杯就行了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这不是明显地 让我占他们的便宜吗 是吧 人家都喝一杯 我喝半杯 哪不行啊 不是不是 来来来 买上 倒买 买上 这就对了吧 来 好 谢谢啊 谢谢 很好 好 来吃菜吃菜 你说说你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不告诉我一声 我也好去看看你 这个曹李章 活该他得病 他得病了 你不知道啊 前两天我在医院看到他了 然后就多嘴打听了打听 糖尿病 严重啊 挺严重的 但是他死活不住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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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下面我宣布一条任命 任命曹理张伟 政局级的调研员 大家欢迎我们的新局长 下面请刘局长跟我们说几句 我想感谢组织上 给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在新的环境里 和大家团结协作 做好我们局的各项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宇 待会儿干嘛去 回家 咱们下碗子去吧 我请客 不用了 我喜欢在家吃 我就不喜欢在家吃 为什么 饭菜一点也不香 你爸妈又炒钱了 炒倒是没炒 就是回家冷得个冰窖一样 没意思 要是你真不愿回去 干脆来我家吧 我老去你家干嘛呀 我想听你说呗 那都是些玩的 对了 你爸妈不反对你打游戏吧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没打过 所以他们也没反对过了 算了 咱们走吧 咱们这小蓝的病好点呢 好多了 这不当天就出院了吗 现在就剩下回家休养了 妈 姐姐 妈 你看姐姐来了 潮行来了 你现在长个了吗 妈 好辛苦 今天在咱们家吃饭 好啊 上去洗洗手 吃饭了 好 洗手 先洗手呗 来 爸 好了 早点 上 来来来 来来来 霓裳哥 你急着见我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你别吓我 新局长你介绍润了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没事儿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别吓我 你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多长时间了 真是造化弄人了 为了生前 我忍着病跟他们喝酒 定嫁我都不敢请 没想到到最后 什么也没得到 早 你这病需要住院治疗 不能再耽误了 我可以去医院 去过了 没事儿了 哎 霍裳哥 你不会烟 你当然不着心了 他们哪顾得上我呀 对了 对了 你还能往我家打电话呢 你总得告诉他们一声吧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真的 待会儿吃完饭你回家 反正他们回家的夜晚 那哪成啊 他们肯定着急啊 那就让他们着急去吧 哎 你老鼓动我干嘛 我是觉得吧 你得 行了行了行了 你才多大呀 事大个屁呀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要不然这些年 我早离家出走了呢 哥 你咋啥话都敢说呢 真是没见过世面 哎 你这些年都干嘛了呀 静学习来着吧 游戏游戏没玩过 电视电视没看过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东西多着呢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转移一下 玩着玩着就玩过去了 小云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怎么样 还好吧 我这段时间忙 也没看你去 儿子呢 儿子呢 他这段 都在天狱他们家住 又这么晚回来 干嘛去了 啊 单位里有应酬 这种谎话要编到什么时候 你把陆回音的地址和电话给我 干嘛 干嘛 许小云 你有完没完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他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的交往 只是帮了他一点忙 我们的关系是清白的 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你才相信我呀 我说 你把陆回音的地址和电话给我 你就认定 我是有外心了是吧 你别胡闹了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整天因为你这种胡闹 我这次连局长都没平上 你别胡搅蛮馋了行不行 你现在 还有个为人欺慕的样子吗 你尽到了做妻子的本分吗 你对我还有关系还有爱吗 我也是个男人 我也有自尊 你整天横挑鼻子中条眼的 你 你 你说你吧就叫 上回让你住院你就不住 你看 小孩 谢谢你了 说这话干什么 行了 你就好好休息 好好治疗 我就走了啊 我 李正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跟小源 好好地静下心来谈一谈 你能告诉我 我怎么能够打 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会问他 走 走啦 你看看这儿 到底有什么好吵的呀 一吵就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是直接跟你说过吗 算了算了 行 那我先回去了 那曹琴怎么办 这孩子不能一晚上在这儿待着呀 跟我回去吧 明天早上我送他跟天宇一块上去 好不好 好 去吧 你在这儿晚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再见 你气死我了你 你当你姐说的话都是废话是吧 你堂里上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拔了毛的凤话她不如鸡 要说以前在事业上能帮你的时候 你跟着她不亏 现在呢 她狗屁不是还落了一身病 你说你跟她在一块 你图什么呀你 姐 曹哥她生病了 她现在需要我 我这个时候不能离开她 我要陪在她身边 你说我作死吧你啊 我没有 姐 姐 上次你给她添了那么大的麻烦 这次你要再跟我说这件 别怪我翻脸 你行啊陆慧音 你长本职了是吧 为了一个曹李章 你跟你姐翻脸 你听见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我就问你她有什么好留恋的 你到底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留恋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有老婆有孩子 她跟她老婆离不了婚 她能娶你吗 她是不能娶我 但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想跟她在一起 姐 你别管我了行吗 我求你了你别管我了 行 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我再也不管了 你做吧你 可就是做吧你 姨姨我能长期在你们家住吗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家我待着不开心 他们天天就是吵架 要不就是不说话 他们吵架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好孩子 大人吵架是大人的事情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那这个家我天天都得回 看他们扫架 听他们闹 我乏了 姨 为什么我妈和你关系一直不好啊 谁说的 我们俩挺好的 真的 那为什么你们家不吵架啊 爷吵 吵的时候吵得很凶呢 那为什么吵架还不离婚啊 孩子 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吵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还没有离婚吗 因为他们其实很相爱 因为他们其实很相爱 那相爱为什么还要吵啊 如果你不想让他们吵架的话 那你就得做点什么 我一个小孩我能做什么呀 姨教你啊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不过 你得迅速而无声地把这个棒棒糖赶紧吃了 我再交给你 孩子 你不要总想着大人之间吵架呀什么样的 其实他们俩真的很相爱 你知道吗 你爸爸爱你妈妈可以放弃一切 真的哪怕是生命 而且他们两个人也特别特别爱你 我就记得在你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吧 特别愿意发高烧 你一烧你妈就急得哭 可是她呢也还是个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四处找人啊找方子 这孩子怎么才能不发烧呢 有一次你住院住了三天医院都在发烧 又吵架了 本来也没相吵 你看她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你就不能等她好了以后再把问题拿出来说 她现在身体这样 她也没跟我说呀 她回家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了 成人外头有女人了 这不就结了吗 这根本不是原则问题 两口子哪有不磕磕绊绊的 再说了小月 现在曹立章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人家姑娘的姐姐都找上门来了 你是不知道人家话说得有多难听啊 你让我怎么相信她 那你也应该进去看看她呀 好 你不去我去 你不去我去 曹队长 好 好久不见了 感觉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跟小月谈恋爱呢 好久不见了 曹立章 你说 你们俩原来多好啊 轰轰烈烈的 怎么现在就闹成这样了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金飞细笔啊 其实小月那人你比我清楚 她也就是脾气坏了点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 也是你孩子的妈妈对吧 家里要有个什么事 真是你错了的话 或者说哪怕不是你错了 你也就像个男人点给她认个错嘛 你让让她们 我一直都让着她 是她不让我 她还在外面吗 对啊 一直在门口待着呢 你老婆还是放心不下你 行吧 你休息吧 我出去了 好 再见了 哥 曹云哥 你等等我 你别跟着我了 我妈让我跟着你的 去去去 上学去 已经晚了 去了也是迟到 不去了 那我不是连你也害呢 只要你没事就行 对了 你有钱吗 要钱干什么 我不想回家了 我也不想上学 我要去外边船子去 我就不信 没有他们我活不了 曹云哥 你说真的呢 真的 你回去告诉他们 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不行 你不能走 为什么 就是不能走 你还能拦得住我 你爸爸不管你了 不是还有我们吗 你们 你们又不是我家人 是 是什么 是一家人 说什么呢 你妈和我妈 其实是三百多年的亲姐妹 你妈就是我小姨 你就是我表哥 说什么胡话呢 就是 不信你跟我回去问 哥 你要是不愿意回家 你可以来我们家住 反正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你等会儿 让我想想 我有一个姨 我还有个弟弟 哥 你要是走了 担心的可不光只是我小姨 还有我妈 哥 算我求求你了 跟我回去吧 你没骗我 我真没骗你 我能去你家 当然了 走 哥 妈 哎 回来了 大姨 大姨 我都知道了 你是我大姨 保明叔是我大姨父 天里是我表弟 天里是我表弟 好孩子 知道就好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 想吃什么 你给你做 行了 你上吧 啊 为什么你不是我妈呢 傻孩子 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 知道吗 嗯 好了好了 上去写作业 写完作业咱们洗手吃饭 好不好 快去 走 好 爸 妈 我觉得我跟曹里长的日子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不行就离婚吧 别动不动就说离婚 这离婚是这么轻易就能说出口的 再说了 这过日子 哪有过耳不碰瓢盆的 这有了问题 有了矛盾 正好是解决家庭问题的一个好契机 这本来应该是越过越好的 你说怎么 怎么越闹越僵了 这是 小元啊 要爸爸说啊 你的思想肯定是有问题 对不对 你相信这种心态 这日子能过好吗 立章那孩子我了解 本质是非常好的 又是从农村来的 是吧 他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 凡事啊 要多从自身找原因 两个人啊 遇到事情要多协商 互相理解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那样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不是 你就说我跟你爸爸 你看着现在我们俩挺好的 七十年前时候我们来打架 那打得鸡肺狗跳的 那那 这这么多年磕磕碰碰 我们不是也过来了吗 这日子就得磨 孩子我告诉我一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知道吗 妈 我现在都觉得 我们两个一走进那个家 都觉得别的慌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两个人都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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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别再相互折磨了 离婚吧 行啊 东西都归你 孩子归我 不行 我就这一个条件 孩子归我 这也是我唯一的条件 别说得那么轻松好吗 毕竟不止咱们两个人的事 应该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过了 你要是想再考虑 那你就考虑清楚地再来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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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梭音 来 来 吃水果了 来 谁的电话呀 我看看 我看看 你干什么你 你能不能听姐一句劝 你不要再跟她联系了 姐 曹哥他生病了 我就是想知道 他现在什么情况了 他就是病死也跟你没有关系 他就是病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吃饭还要解情你是不是 你说这曹立章有什么好 之前在事业上能帮你的时候 你跟着他还不算亏 现在呢 他什么都不是了 你还跟着他 你说你到底图什么呀你 姐 难道人跟人在一起 一定图什么 就不讲一点感情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过得好吗 哪那么多道理给你结讲 赶紧吃饭 快点 感情 什么是感情啊 感情是虚的 看不见摸不着 钱呢 看得见摸得着 是实实在在的 女人这辈子 你得不到爱情 你就得得到钱 得不到钱 你就得得到爱 反正你得图一样 感谢观看